把焦点转回国内 中华城邦的中信兄弟最近不敢想连胜 只想快点指败 在赛前已经吞下了本季最强的八连败 今天下午在台中中期棒球场 跟统一师进行了双重赛 对 那么要看到上队在下午场的赛事 全场敲出了多达20只的安打 其中包含了三只的红让 攻下了本季得分的新高 所以中场就以18比2赢球了 总算是终止了本季终止的这一场连败记录 中信兄弟不想再输 一开赛就有攻势 一局上半靠着羊将那刻这只穿越的 一雷安打相对先持得点 相对先发投手陈红温 还没登场就已经有保险分入带 想必是安心不少 因为本季小飞刀扣掉了一场胜头 其他四场比赛投了27.1局 队友也才帮忙打回一分而已 不过不离不弃是我兄弟 这道理不止台湾人懂就连羊将也懂 这半局相对靠着对手的牵制失误 高飞牺牲的爱及安打串联 一口气就攻下了五分取得了六比零的领先 三局上统一换上了黄俊谦解体先发的罗锦龙 不过他可没成功替球队止血 正面接到最后有船本了 爆船 相对趁着对手爆船失误 一口气再跑回了两分 逐步扩大领先分数 中信兄弟用棒子告诉对手 别太小看我们的打击火力 三局上中信兄弟十比零领先统一 真的是回不来了 相对在黄世豪个人生涯首支的三分 拳雷打带动下 五局上班又继续炮红对手 下一棒周冬也back to back来自阳春炮助阵 这半局中信兄弟又攻下了六分 成为压垮了统一的最后一根稻草 相对全场敲出了二十支的安打 攻下了本季最高的十八分 加上陈鸿文主头六局送五K 零十分的好头带领下 中信兄弟以十八别二击败统一 也终止了近期的八零拜 油电TV综合报道